臺中市凌晨四點左右 一家酒吧餐廳 十多人疑似 在餐廳的門口互看不順眼 引起口角糾紛 警方衝動快打部隊 到場勸離 其中一名男子沒有戴口罩 而且勸導不聽還嗆警方 遭到強制管束 結果和警方發生拉扯 被壓制在地 男子沒有戴口罩 不滿警方規勸 嗆警說只罰三千而已 最後因為態度不配合 遭到警方強制管束 相關人等全都被帶回派出所 提醒你 目前人事二級警戒 外出還是要必須全程戴著口罩 如果違者經勸導不聽 最高可以開罰一點五元 一點五萬元